第三九题,关于下列各溶液中,溶剂和溶质的叙述何者错误? 我们平常如果讲A溶于B,那我们就A就叫做溶质,B就叫做溶剂 我们习惯上如果是有水的,水就叫做溶剂 那如果没有水,那么A跟B互溶的时候 我们习惯上把比较多的称为溶剂,比较少的称为溶质 选项A说,18K金,金为溶剂,铜为溶质 我们前面看到,我们的18K金这里有6分的铜,有18分的金 所以金比较多,所以金叫做溶剂,铜叫做溶质 所以我们的选项A是对的 选项B,空气为溶液,氧气为溶质 我们前面说到了空气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是氧气跟我们其他的气体融在氮气中 所以我们的氮气就是溶剂,氧气就是溶质 然后形成一个溶液叫做空气 所以选项B也是对的 选项C,汽水,水为溶剂,二氧化碳为溶质 前面说我们的汽水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溶于水中 我们讲过A溶于B里面,B就叫做溶剂,A就叫做溶质 那么我们看到了选项C也是对的 选项株,酒精都30%的酒类饮品,酒精为溶剂,水为溶质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的酒里面讲过了 这边叫做酒精溶于水中,所以水就是溶剂,酒精就是溶质 事实上这里有水,只要是有水的水都当做溶剂 另外一个就当做溶质,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第三个酒庭问我们说,溶质跟溶剂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,酒精度30%的酒类饮品,酒精为溶剂,水为溶质